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今天是2024年10月7日 又是美丽新香港楼市速遞的事件 今天的标题叫行人止步 天晒天,即是星期六 卖204个单位,大家都知道一Q清 全港的代理和劇业住就很开心 哇,终于一Q清了 但又忘记了 现在新鸿基卖面粉价 要是卖面粉价才一Q清 加价就死了 收音机立即不听拉仁哥说 加价了,加价加胎 我估计它又跌回到新盘的死亡树 即使你第二转不加价,其实已经买了少 加价更加卖不到 看看拉仁哥,到时又说得对不对 在商业类别之中的甲下来说 大家看到最近租费又跌,加价又跌 我相信某人吃了多少材料,这次都不够了 而今集亦跟大家谈谈其他二手成交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集的内容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还没订阅 请帮忙订阅,请赞同一个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忙看你的广告 多谢大家支持 请帮忙订阅昨天Lofoland开卖的情况 先告诉大家 发展商没有公布昨天买了多少 但是登记冊就有登记数目了 总共卖出了45伙 45伙来说,对他百多伙来说 当然是差,只有两三成 现在发展商发现,卖得差 发展商就不主动报 卖得多了 其实新地应该就预算了 你都可以用以前的价格 12000多元尺 即是你买了45伙 已经是比以前买了10多伙 就好了 可能大家的气氛好了 即是减了息之后 所以就多多人买了 但现在Lofoland剩下千多伙 如果每次买45伙 大家真的会买到何年何月呢 天晒天在星期六开售204伙 用面粉价买了 全部都卖了 大家都知道 原来在A组大首时段 有18组客是大首客 大首客是什么意思呢 就由2伙去到8伙 好了,新地盐买了多少 今天即时加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刚需或买家就只有这么多 你不快想买 但是呢,就被其他发展商就拿了 那么新地即刻再加推 120伙出来 捷实的平均实价就加了 加了21768元 即是换句话说 差不多加了2000元 但如果加2000元 就应该会跌到死亡船窝 因为别人不加价 也会跌下去 何况你加了2000元1尺 新地就说自己是属于原价的加推 因为他今次多了一些开放式 因为大家都知道 楼价越小就越贵 所以他们自己认为原价加推 但我们照看10尺价 就加了价 今次加推的120伙 分布在第三座、第五座和第六座 涵盖是14伙开放式 80伙一伙 还有26伙是两房单位 实用面积是240尺到655尺 折实的售价是481万到1412万 折实的尺价是19661元到24860元 是不是加了? 肯定是加了 发展商自出 新一张的价单 涵盖了空中花园以上的高层单位 观景的开扬 属于原价加推 是不是原价加推 或者是加了价呢? 其实也没什么所谓 那我们看看下一张价单 究竟能否买到 根据这个死亡漩涡 根据这个死亡漩涡 根据第二张开始就卖得少些 第三、四张就卖不到 根据这个世奔为理事所说 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就过剩 租金连续21季下降 现在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 大约有17% 这个租金连续21季下降 这个亦都预算了 因为你空置越来越多 某人说自己的写字楼百分百多出 我们有观众上看过 有一半是租不出的 就算像利根兴的新世界大厦 也有几间租不出 我想也是三成左右 为什么我们这些统计 会比大陆统计为高呢? 主要原因就是 有些价格空置得很低 例如一些越贵的 例如IFC 越贵的反而空置率低 可能只有10%以下 但这些假扮夹下 或者一些比较旧的夹下 空置率达到三成或三成以上 所以大家拉上补下 就会变成大约10% 好了,说完夹下的租跌 就是说夹下的价格跌 我们来看看这个港岛核心区 录得这个夹下大涉样个案 金钟力宝中心一间 在2018年哥委买的摩顶货 最近以2728万 沽出业主持货六年之间 就贬值了67% 但我们消息透露了 上述成交单位为力宝中心二座 511至512室 面积是21199尺 成交价是2728万 尺价只剩12000多元 现在这个单位由上市公司租用 每个月租金是93500元 租期到明年5月 所以新买家的租金回报 只有3.9厘 据悉,这个单位虽然位置于低层 但观景是不错的 还可以看到部分的海景 翻查资料 原业主义2018年3月 以8280万 卖入单位 当时赤价高达37000多元 反映了最新的成交价 账面减蚀了5552万 物业贬值了67% 让大家看看 2018年时 力宝中心做37000 是否高于长江中心 大家买回来 平均价价是33000 你记住,力宝中心37000 只有5楼 因为长江中心当时 最低层也只有19楼 所以力宝中心 在同一个时间内 比中环中心更贵 好了,现在 现在终于跌至12000 之前做过13000 现在是12000 因为这个低层 所以又便宜了一点 那么 中环中心 是否利率上 应该做12000 13000 那为何一层秉质 比DBS 那两层 会上升到26000 原因就是 DBS 要尽量不要撇涨 因为如果你真的 做1,000多元 你那里有9层 DBS 是不是9层撇涨 很严重 那你香港盘数 又怎样 虧了很多亿 对吧 上次我们计算过 虧了30多亿 你怎样交代 那一定要买两层 就顶着鸡头 顶着鸡头 就不用撇涨了 那你 今年不用撇涨 那你明年 要做一个估算 要啊 那明年才算 起碼这群人 过了一年 明年 未必是这群人 坐在香港的写词楼 那就是避免了 被总公司怪责 为何要虧30多亿 而且中环中心 有一层 它只放4亿多 那围起 大约是1,0007元尺 如果真的做得到 其实呢 就不要说 什么高低层的问题 又不要说 什么汤 汤墙的问题 那很明显 中环中心 基本上 就是做1,000多元尺 好了 看看这些住宅 二手成交 有明昔屋院之称的 西贡低密度豪宅奥龙 那新近呢 就录得一宗 银主盘的成交个页 属于这个 4房的双套间价 是以2,250万沽出 业主持负六年 都要输成30%的离场 那今次的 这个成交单位 就是西贡清水湾的奥龙 15座低层B室 上面积是1,837尺 是属于这个 4房双套间价 亦都是一个银主盘 最近 就以2,250万成交了 赤价只剩下1万2,248元 根据恒生银行的网上股价 这个单位可以估计到 就是2,430万 就是最新的成交价 就比这个股价低于180万 或者7.4% 据知 原业主持在2018年11月 是以3,232万 买入这个单位 现在便是贬任主盘出售 如果以当年的买入价格计 这个单位六年 就虚了982万 那单位期内 就跌了超过30% 那年同上述的成交 现在奥隆由今年1月到现在 至少已录得有9宗的虚价 今天账面市伏价 跌至30% 所以上述的成交单位 亦是今年这个屋苑 一个最大的虚价 奥隆有明星屋苑之称 其实我认为明星坟墓 谁卖谁死 我们数一数 究竟奥隆有哪个明星卖了 分别有袁伟豪和张宝宜夫妇 商台DJ少爷占 歌手关子彬 TVB时代王浩迅和周柏豪 都是奥隆的业主 七师傅跟大家说 有两类的楼盘不能触碰 第一类是启德 启德我们刚才说了 第二类是纳米楼 纳米楼现在我们又说了 纳米楼再录大压涉仰 被称为纳米楼的始组 大埔南山 为何称为始组 因为是长江第一次 卫生房子这么小 所以当时是事从哗然 所以 南山这个盘 就是长江的纳米楼开始 亦是香港的纳米楼的开始 屋苑一火开放式单位 最近260万 估出 赤价只剩下14365元 还高于近期的市价 还要是 这个业主在六年前卖了这个单位 现在账面输了138万里场 似乎高达35% 成交单位是八座高层A室 上面价值181尺 是一个开放式价格 原业主最初叫价是298万 近日获得上车客来欺购 最后以260万沽出 累减了38万 赤价只剩下14362元 根据资料显示 屋苑近期二手成交价 介乎7,816元至12,849元 大多数都是8千元的水平 可见今次的单位 高于近期大约12-84% 都很夸张 不过原业主在18年 以398万卖了单位 今天持货6年 现在账面价值138万 今天期内贬值大约35% 而今星期的焦点 一定是落在长江Bull Coaster 日期 究竟要开什么价格 开什么价格 直接影响到现在的成交 郭智威说会加价一成 即是上次的价格 究竟郭智威今次有没有脱落呢 今天到真的开价才知道 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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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